如果要選到有HBO一集的球隊似乎還沒有出現 是 你把紅色閃電放在哪裡 是是是 主播 崔玉瑋的這個母校張忠 哈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這都還是遺囑基層啦 尤其他還是 再帶過來中距離跳投 昨天的比賽真的是 三場比賽都很激烈 不是差很少就打OT的 說你不會看到停下來的才能撐到 再往前給非常快速 所以 富邦 在防守上的成冠拳客去幫忙 那剛才賽前有一個其中的重點 就是要守住施進來還有減號他們的三分球 前面又先跑啦 他不會是 狐遠其實不會是問題 可是他在防守上卻出現很大的一個 沒有跟上來的情況 哇結果這一球呢是剛才我們所提到 林志偉在跑快攻真的 他滿肯跑滿肯拚 救起林志偉啊 對這個球打得很冷靜 沒有第一時間去攻 而是去觀察到隊友的一個跑動路線 沒有機會最後來自己做主理喔 那停了一下最後選擇給到右邊出手投進 一開始就如同像 這個麥班達教練講的喔 他們都覺得 他覺得這些球員都還在睡 都沒有醒過來 那現在回顧一下呢 張宗憲在剛才的切入 在這個球隊裡頭 他的一個定位 他的發揮也掌握越來越好 又是一次的切入 張宗憲 這一回拿到分數 而且對手還有犯規 對 要給到進去裡面的碰碰最後這一球 就這樣 後面來的林志偉把他剁掉喔 今天拿下了18分 在前面兩場比賽呢 分別獲得了16以及17分 那完全打他一直來 兩邊的這小前鋒是互別苗頭 跟他的背號一樣 哇塞這個球真的是 撐得越久領得越多 啊 剛才進攻時間回到了14秒 這邊就倒是 哇 第三節 真的太猛了 所以我覺得前面的 他連這種空中拉桿擺脫都盡算加法 Barry Siler這麼大一隻幫忙掩護幫忙擋 所以就如同球評所提到的張宗憲他的信心非常夠 那富邦呢要再度發動他們的快攻 呃 被 碰了一下 他硬有沒有可能 我說 試圖要去把他給攔阻下來 給到了三分線外 Catch and shoot 又來一球 你當你今天三分球沒有開的時候 你打兩分球陣地戰 越打越辛苦 可是一開始的防守奏效之後 打快風 投三分 成熟的球隊裡頭 富邦呢準備來修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雙方第二 第三隊的交手呢 還需由富邦來贏得比賽